8月9日 法国当地时间上午9点 温州魏桥服务全球通巴黎联络站 首次连线月清市行政服务中心 成功办理首例法国月清及侨胞远程视频公正业务 视频信号开通后 月清市公正处公正员许齐 公正员助理同委已在大屏幕前准备就绪 申请办理人 旅法月清及侨胞张忠飞 在巴黎站法国华侨华人会联络员 黄中兴 陈丰华 何晓玲的共同见证下 通过身份确认和人联识别 随后双方就公正内容进行了视频询问 经核对无误 月清服务点发送了公正告知书 委托告知书和受理通知书等需要签字的文件 到最后所有文件签字结束 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个小时 这一项目的顺利开通 极大便利的月清及海外华侨相关公正业务的远程办理 免去国内国外来回跑的繁琐与时间耗费 本台总裁月清市人民法院特邀海外调解员陈世明 全程参加了这次远程视频连线 月清市桥连主席张颖 月清市统章部副部长周月女 双双清零连线现场 对这次远程视频公正办理给予了极大重视 他们表示 桥连与统章部都将秉持为桥服务的初心 努力实现祖国的法律服务 就在海外侨胞身边打造最多跑一次的国际版 今天非常高兴在华人会帮远程公正 月清人士我是第一个 非常感谢桥连的主席 还有同账部的 还有一些公正处的人员 还有一些其他政府部门 非常的感谢 便令我们在法国的月清及华侨 在这里更加的方便 帮这个公正 以前是没有想到的 今天是非常的便捷 也非常感谢华人会的 法国的联络员 他们很辛苦 谢谢他们 我把这个好消息 要传到在法的月清群里面 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习次 法国华人卫视巴黎报道 华人电视连接中外 传播中国文化 讲述中国故事 打造中国品牌 最接地气的海外媒体平台 文化交流 经贸合作 旅游推介 市场开发 产品展示 品牌设计 展览策划 影视制作 活动组织 您的各种需求 都会变成我们的行动 用创造回馈期待 让合作绽放精彩 华人卫视 国际品牌的舞台 感应 � in